勾引八十九岁外祖母,玷污太子妃,公然欺辱太平公主,大唐西门庆到底有多荒淫,李世民霸占弟媳,讨好大嫂,武则天,七十岁养男宠,大唐开放之风,或远胜金招,荒淫风气下滋生的变态欲望,精彩程度,不输棒子电影,贺兰敏之,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,父亲是户部尚书,武则天是他亲姨妈,因为长相英俊,还有才气,故而被誉为大唐第一美男,要出身有出身, 要财富有财富,贺兰敏之本该笑洒一生,不曾想却走上了极端,武则天未进宫之前,在家中饱受欺负,只有包姐待她友善,也就是贺兰敏之的母亲,武则天当上皇后时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包姐,也正是她在李治那吹枕巅峰,贺兰敏之的母亲才入宫,成了韩国夫人,后来武则天逐渐得适后,基于皇位,开始培养娘家力量,可自己毕竟一介女流,诸事皆不方便, 姐姐的儿子贺兰敏之入了她的眼,武则天对贺兰敏之的喜爱,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,也根本不顾武家颜面,让贺兰敏之改姓为武,抑郁培养为武家接班人,在后来,事情的发展我们也都清楚,武则天成为了第一位女皇帝, 按理说傍上了武则天这棵大树,贺兰敏之一家也当飞黄腾达,可偏偏她的母亲贺兰氏被恋爱冲昏了头脑,贺兰氏由武则天提拔,才入宫成为韩国夫人,可她却要和武则天争宠,夺走李治的宠爱,惹得武则天大怒,下令毒死了贺兰氏,贺兰敏之的妹妹同样如此,也未能逃过毒死的结局,母亲妹妹的惨死,贺兰敏之看在眼中,可她能有什么办法, 自己也不过是以母夺权的工具,心生无力之下,贺兰敏之变得愈发放纵,也致心里变态扭曲,当她对外祖母有了想法后,一个疯狂的行动在脑海中滋生,她决定要报复武则天,大唐第一美男勾搭武则天生母,武则天为何视而不见,玷污太子妃,却能免于处罚,这位大唐第一美男不简单,目睹生母和妹妹被武则天处死,贺兰敏之决定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, 而她的目标正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,也就是贺兰敏之的外祖母,贺兰敏之打小,杨氏便对她极其疼爱,而贺兰敏之仗着外祖母疼爱,行径是愈发大胆,甚至于是主动勾搭,面对风华正茂的贺兰敏之,结果毫无意外,八十九岁的杨氏沦陷了,当武则天得知母亲和外甥的苟且之后,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,可为了皇家颜面,也为了不让母亲伤心,她只好装作视而不见, 而另一边的贺兰敏之,看到姨妈吃饼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,竟然是愈发猖狂,恰逢李志为太子选妃,得知杨思俭之女貌若天仙,便下令让其入宫与太子大婚,正苦于无机会搞事的贺兰敏之,哪能错过一亲美人方则,她在大婚前一夜,对未来的太子妃进行了玷汤,唐朝风气虽开放,可玷汤太子妃也是重罪,李志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怒, 还是武则天出面说情,以贺兰敏之事武家唯一继承人为由,这才逃过一劫,按理说大难不死,该有所收敛,可在贺兰敏之看来, 武则天越是为她说情,恰恰说明她的抱负奏效了,勾搭外祖母,玷污太子妃,贺兰敏之对武则天的抱负才刚刚开始,她的下一个目标描向了年幼的太平公主,贺兰敏之对武则天的抱负,就是要和武则天重视的女人行苟且之事,唯一剩下的太平公主上年幼,但难不倒贺兰敏之,太平公主也是杨氏府上的常客,因为年纪还小,每次上门都会带着一群侍女,其中不乏姿色出众者, 当被贺兰敏之撞见之后,便对太平公主贴身侍女行了苟且之事,要不是小公主大喊引来人群,或许也逃不过贺兰敏之魔掌,这件事发生之后,太平公主久久不能忘怀,很长一段时间睡觉都会做噩梦,另一边的武则天虽然气愤,可杨氏将自己的小情郎保护很好,为了不背上不孝罪名,武则天也只得作罢,在心中给贺兰敏之寄了一笔,调戏了公主都没事, 但是贺兰敏之已经不将任何人放在眼中,这种日子持续到杨氏去世,因为杨氏生前信佛,武则天便让贺兰敏之兼功,为母亲造一尊大佛,不曾想贺兰敏之从中作梗,撕扣了大量绸缎,在繁星闪烁的历史长河中。 贺兰敏之这个名字,曾是那样光彩夺目,却又如流星般短暂,身为黄金国妻,她的身份尊贵无比,区区几匹绸缎断,对她而言,不过是九牛一毛,然而她却偏偏选择了这样的方式,去挑战那个时代最具权势的女性武则天的底线,这并非是她对财富的渴望,而是一次次有意无意的试探, 仿佛在寻找一种存在感,又或是在潜意识中渴望着某种形式的关注与回应,贺兰敏之,一代才子,风流倜傥,本是宫中翘楚,却因为一时的放纵不羁,让武则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。 身为她的姨母,武则天在内心深处,毕竟难以割舍那份亲情的牵绊,即便面对敏之的种种荒唐行径,气氛填膺,却也始终为忍心给予严厉的处罚,但敏之似乎并不懂得收敛。 她的放荡不羁,在庄严肃穆的灵堂上,化作了再歌再舞的狂放姿态,那一次,她真正触怒了武则天,在权力的殿堂中,武则天是一位不容亵渎的女皇,她坚守孝道,尊重礼法,敏之过往的过错,她可以选择宽恕,然而在她的行为被贴上不孝的标签时,她的容忍便到达了极限在历史的长河中。 有些故事因为其敏感与复杂,被深深地埋藏在陈峰的档案里,只在夜深人静之时,被宫墙之内的沉思轻轻触碰,这样的一个深夜,天空中明月皎洁,武则天,这位传奇的女性。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内心挣扎后,终于决定揭开那隐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,她决定向唐高宗理智,她的丈夫,倾诉一切,将贺兰敏之的所作所为。 那些宫廷内外都不愿触及的密心,毫无保留的公之于众,在李治的眼中,敏之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的范畴,她不仅扰乱了后宫的平静,更在朝野上下对篡位之说议论纷纷的时刻,为已经动荡不安的宫廷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。 李治,作为一国之君,他的内心同样充满了无奈与矛盾,然而,面对武则天的坚决与决心,他给予了充分的支持,于是,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,武则天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勇敢的决定,大义灭亲,后世关于这一段的传闻众多。 他们在民间口耳相传,虽然细节或有出入,但贺兰敏之辈判决流放的结局却是确凿无疑,在那个重法度的时代,这样的惩罚看似严厉,但对于武则天来说,似乎仍不能彻底平息他心中的怒火,在漫长而艰辛的流放途中,一场惊喜安排的暗杀,让这位曾经的大唐第一美男,其生命如同流星划过夜空,在最灿烂的时刻戛然而止。 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九岁,这段历史或许出于武则天的顾虑,被刻意抹去了痕迹,在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下,他成为了宫廷中讳莫如深的秘密。 然而,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让这个故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相反,贺兰敏之的故事,如同他那短暂而璀璨的生命,依旧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,他的一生犹如一部编排精湛的戏剧,其情节跌宕起伏, 如同波澜壮阔的海面充满了激情与冲突的狂风暴雨,却也流露出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,宛如远方灯塔的温暖光束。 在大唐这个色彩斑斓,犹如绚丽之锦的舞台上,他是最耀眼的明星,每一次的出现都如同流星划过夜空,让人瞩目,令人惊叹,贺兰敏之,这个名字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他的才华横溢,如同春日里绽放的百花。 绚烂而多姿,他的美貌非凡,犹如夏夜里最明亮的星辰,让人不仅仰望,他的放荡不羁,好似秋风中的落叶,自由飘洒,每一个细节,每一个举止,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艺术的魅力。 然而,正如戏剧的高潮之后,总有着不可避免的落幕,他的离去,如同绚烂的晚霞,在夜幕之下渐渐消逝,给大唐那一片浩渺的天空添上了一抹无法抹去的悲凉,那种悲凉,是对美好事物逝去的哀叹,是对一个时代巨星陨落的痛惜,但历史的长河总是公正无私,他既记录了贺兰敏之生命中的过错与不羁,也记录了他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辉煌, 在人们心中,他不仅仅是一个被放逐的贵族,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,一个永恒的传奇,在那段波澜壮阔,风起云涌的历史中,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绘制出了一幅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,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,如今的后人,在时间的长河中,回望那段远去的历史,或许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武则天的抉择,明白他身处权力顶峰所要面对的无奈与艰难, 而贺兰敏之,这位曾经的大唐才子,他的故事,依旧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,那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智慧与折思,提醒着世人,每一个生命,无论其结局如何,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,大唐的天空,因贺兰敏之的存在而更加绚丽多彩,他的每一次呼吸,都为那个时代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, 他的人生虽然短暂,却成为了那一段历史的深刻注脚,让后人在阅读历史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与真实,在那戏剧般的一生中,贺兰敏之的爱情,友情,抱负和挫折都成为了人们讨论和思考的话题, 他的每一个选择,每一次转变,都映射出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渴望与挣扎,他的一生,不仅是个人的传奇,更是整个大唐时期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的缩影,他的一生,如同大唐盛世的缩影,既有金碧辉煌的宫殿,也有曲折幽深的小巷,既有豪情万丈的英雄壮歌,也有柔情百传的儿女情长,他用自己的生活书写了一部独一无二的历史篇章,让后人,无论在何时何时, 都能从中汲取智慧,感悟人生,时至今日,当我们在书卷中重逢贺兰敏之的名字,仿佛还能看见他那飘逸的身影,听见他那铿锵有力的诗句,感受他那不羁的灵魂,他的一生,就像大唐那段璀璨的历史一样,虽然已经远去,但永远一生辉,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,大唐因他而更加辉煌,历史因他而更加生动,而我们, 因他的故事而更加懂得珍惜每一个生命的存在,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无尽价值和深刻意义。